戴上後目鏡 穿上防滑背心 專注眼神 瞄準目標 變身神射手 这是国外超夯的贵族运动 飞把射击 现在台湾也能体验 橘色飞把一盘出 瞬间就得判断方向瞄准 后下板机 泥盘顿时爆成碎片 短短两三秒钟考验枪手的反应度 体验捕捉飞把的快感和声光震撼 真的很过瘾 记者实际下场地是是伸手 但光要学会拿枪就费了一番功夫 来手肘抬高之后枪托轻轻的 抵进去肩窝 这样就可以了 手的话就适中放在这个地方 脸颊向前贴塞 脖子向前伸 OK 好 贴下去 有3.5公斤 所以是 女生拿好像 她已经属于偏轻了 学会正确姿势 先从基本固定靶开始练习 很好 准喔 小事两发 成绩还不赖 在教练指导下 记者架势有模有样 还大胆挑战正式的飞把 定向飞把还不够看 镜头转到最高难度的 不定向飞把场 15台把机自动变换角度 让枪手摸不清方向 连高手都难百发百中 但这射击快感无法挡 不少民众翻山越岭也要来重新 一年来说上千人一定有 前阵子好像有那个韩剧 那个在演那个什么空气枪的那个 那时候就比较多 有人去询问这个空气枪的部分 因为空气枪也是属于我们 射击的项目之一 但被视为贵族运动的杯把 消费可高可低 一般民众入场 10颗子弹加教练费400元 一个人平均玩下来至少1000块 会员费更高达3到10万不等 如果享有专属充支 得先向射击委员会代购 价格从20万到50万都有 换算下来要把飞把当长期运动 基本配备至少要花上30万 男生有玩过枪的人 对这个会有兴趣 因为他有追逐的那种感觉 这个花会会比较多一点 但枪支具有杀伤力 在国内是管制品 没有重大前科才能进入射击委员会 相对其他运动 飞把没有体力问题 用心和装助力 才是关键 但毕竟全台场地不到实作 花费又不少 成了飞把运动发展最大难题 东三财新闻 萧涵白金华 宜兰报导 火结员 宣浜报导 火灯 参与